歡迎收看《科學生》第四節 這一節我們首先提一提一個新聞 就是香港的奧林帕蘇華科學隊和這個團隊 在國際的比賽上面都取得一個比較好的成績 而你看香港的教育在這方面是否都保持到以往的水準 我看回這個報道 它就在國際數學的奧林帕克和國際物理的奧林帕克 通常奧林帕克就是每一個地區都會派五個選手出來 然後拿得高分的就是金牌 沒那麼高分的就是銀牌 然後再低分的就是銅牌 還有優異獎 現在似乎看到它派出來的人裡面 如果我沒有記錯 如果真的派10個人裡面 那基本上大家都有獎勞 那算是不錯的 其中一個還要是金牌 那金牌我不知道它出現在數學和物理 還是定壞物理 但是我這樣說 我就對這些數學和物理的奧林帕克 我自己就不厲害了 OK 但是我會覺得裡面有部份東西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有一些明明可以用計算機很快去計算的東西 他肯定要你想一個技術 自己用手計算出來 那想到那個是厲害的 但是想不到那個是不是不厲害 我就不敢說 當然我想不到 我不厲害我會承認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上一集我們講的非議師獎 Fills Medal裡面 其中一位的Fills Medal的得獎 就是那位韓裔那位的得主 他就是一個小時候做了這些數學 就是普林帕克都做不了給人 但是他最後是拿到非議師獎 我只能夠說做到那個是厲害的 做不到那個不一定是不厲害的 當然了 無論怎麼樣 我們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起碼都證明到香港的學生在這方面 都是一個相當高水平 但是有得粗的 肯放線下去 是的 年年你見 又是這樣的了 那這些要靠一個人死瘋爛粗拿金牌的那些 你會發覺華裔呢 尤其是中國大陸又出很多派五個選手 五個拿金牌 然後拿五個選手去美國 直接幫美國拿五個金牌 就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就說那個數學 還有你奧林帕克其實都避免不了很多的 避免不了那些粗練在背後 就是他們都要很多時候 那個訓練的過程都是 進去教定你一些更加高深的數學 或者物理 然後就說這些題目都有分類型的 你自己要去識審題 去把握時間去計算一下 但是我都會覺得 能夠拿到這麼優異成績的同學 當然厲害了 至少我自己都拿不到 不要緊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比賽去測試不了的就是 創造力 人的創造力的問題 或者想像力的問題 但是有一宗消息我都很開心的 就是剛剛這個電影金像獎 頒進電禮 吳鎮宇雖然拿不到獎 但是他的兒子出了聲 我看看他的兒子的名字叫做Fryman 是F-E-Y-M-A-N 就是李查費辦的那個Fryman 是嗎 是 直接是那個名字 所以我覺得很可能就是他的兒子本身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這個數學 或者物理我的天分 但是起碼知道這個Richard Feyman的名字 我懷疑是用了這個名字 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 香港其實很多厲害的人 有年輕人都很厲害的 但是我們這一節就不講那些問題 我們這一節就講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們上次第四節就討論了 就是女性怎樣是最容易達到高潮 是 技巧的交配 是啊 我們從技巧上去講 就是沒有考慮的技巧因素 但是我們由這個問題 我們會想像很多東西 比如說動物怎麼交配 有很多動物都不同的交配方式 但是問題有沒有考慮那個就是恐龍 怎麼交配呢 但是恐龍不是只有一隻的 不是只有一種 恐龍有很多種 有些全身都起了狂 那這裡順帶一提 就是香港 因為我們奧賽 我們有展覽 我們應該是在賽馬會那邊搞的 就是在科學館那邊有個恐龍發射的展覽 那是一些我相信家長也很適宜 但是就是看了 那剛才那個問題 是不是屬於一個很有挑戰性 或者需要對我們的想像力去解答的問題 就是只是講到交配的問題 可能這些人就是想到人類的交配問題 就是你能夠用什麼方式的交配 就是大家很可能 只不過是從某些電影那裡學回來的 但是很少我 在這裡我要補充一件事 據生物學家說的 不同的體位是只在人類出現的 不同的體位是交配的 這要講的 那為什麼有所謂的體位的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看你本身的骨架的結構 就是那種 你說傳教史式還是後面的那些 就是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很多的哺乳動物就只能是由後面 就是你見獅子、老虎 去交配 它就是一隻騎一隻後面這樣 是不是? 甚至貓、狗都是類似的 都會有的 OK 那它決定它能不能夠用某一種姿勢的方法去做交配呢 很視乎它本身的骨架的結構 還有它本身的體型等等 其實完全是一個物理的因素 那我們為什麼要關心這些問題 就是很簡單 就是如果它不能夠 我們不明白那種生物怎麼做交配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明白那種生物怎麼可以存在下去 比如你說恐龍它絕種 恐龍是不是因為交配不到而絕種 應該不是 因為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可以不停地交配去繁衍後代 它的絕種是其他原因 但是以我們對恐龍本身這個結構的認識 這個骨架的認識 我們不是很明白它們究竟怎樣可以成功地交配 對於一些現有未絕種的生物我們看 是不是? 熊貓我們不明白它這麼爛 為什麼都會交配 原來熊貓是會交配的 我們都可以甚至看到 是不是? 甚至乎你去到昆蟲我們都可以看到它交配 但是對於恐龍 其中一個問題很有趣就是 尤其是體型很大的恐龍 你怎樣 你一隻騎一隻 很重的 是不是? 然後它有這麼大的尾巴 你怎樣去 或者你的昆蟲會交尾 是不是? 那它們是不是也是交尾呢? 然後你或者會不會說 如果你說這些恐龍 可能是爬蟲 或者可能是這些家禽 和這些鳥類似的 那可不可以參考我們現在看到 那些爬蟲和鳥類的交配方法 來想這個就是恐龍的交配方法呢? 但是不要忘記 始終有一個龐大的骨架體應 這個問題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是 很想知道更多的證據 尤其是一種存了種的生物 你說北極長毛象它是存了種 但是我們從現在看到它的近親 一些我們現在看到的大象 我們一樣可以合理地推斷 北極長毛象的交配方式 應該是和我們看到的非洲大象 應該要是一樣的 恐龍又怎麽算呢?這麼遠 是不是? 在這裡來說 我是給不到 就算現在的研究者 都是繼續去嘗試靠近 我給不到答案給大家 大家不要只把那個長眼點 放在交配兩個字身上 我們通常講的就是希望講的 那個研究的方法在哪裏 究竟現在我們做了什麽方法 可以嘗試去逼近這個答案呢? 其實在這個 我們最近自己看到的 一個BBC的文章裏面 就有講了一個挺有趣的故事出來 去怎樣去詳細去推敲 那首先我們沒有辦法去擺一部攝影機 去以前去拍恐龍交配 但是有沒有一些的情況 我們可以將它們的交配過程 take了一個snapshot的呢? 那當然就是希望在它們的交配過程中 突然間飛來橫禍 令它們還沒走鬼得切 就已經被拱埋了 成為一隻交配中的化石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看到有一些生物 比如可能簡單到是烏龜 它們可能在交配途中 突然間被山泥傾石拱埋了 那我們都看到找到一些類似的化石 其中我們有希望就是 會不會找到這些化石 來幫我們給這個答案出來 那現在暫時具體有沒有這些發現 我自己講不了清楚 但是其中一件很有趣的就是 在某一類的恐龍化石裡面 我們竟然是大約在它那個生殖器的位置的附近 是找到一些似乎 和它那個身體色素的殘餘有關的東西 那就是說 似乎就是對於它們的身體 尤其是性器官的一些特徵 我們似乎是多了一些的線索 這個線索會告訴我們 就是原來它們的生殖器一樣 跟人有些位置是很像的 就是它會特別顯示到不同的顏色 或者黑色素特別多的東西 那它有一些這樣的特徵 我們看它出來 然後甚至乎它周圍的附近 對於它那個跟它生殖器有關的附近的一些組織 也都可能是表現到一些更加不同的色素出來 那似乎就是它會不會 如果不是只是說到交配的姿勢 只是說它交配之前的那種求偶行為 會不會我們還有一個有趣的推斷就是 會不會它好像其它的生物那樣 它是很喜歡去 如果是進入一個想交配求偶期的時候 它的身體的性徵就會出現一些特別的變化 從而令到它可以被異性看到的時候 於是大家會更容易去交配呢 譬如在地球上我們看到一些生物 有一些的猴子 那你都知道的 你可能是特別那個 那個癡性的猴子去進入了一個發情期的時候 它會是那個生殖器附近的顏色會不同的 是比較充血的這樣 那現在似乎就是說 透過那個生殖器變化 來去取悅對方 來去希望得到這個交配的機會 這種機制應該多多少少會存在著 在一個恐龍的這個世界裡面這樣 但是恐龍有很多種的嘛 剛才我講過劍龍 那你全身起了鋼的嘛 那你兩隻怎樣合在一起呢 那這個呢 也都不是 沒有避出很多的答案出來的 那現在就是 能夠找到一些 和皮膚軟組織有關的化石痕跡已經不容易 更加不要說就是 你希望找到一些 不同種類的恐龍 都可以在它交配的時候 給人家 就是給一個天災 摁住了 然後留到一個化石給你看 那這個就 這個就給不到答案出來 我想很明顯的 其實根本這些科學家都提出了一個問題 但是很難去 就是用一個實證的方法去證實 我們只是猜 但是起碼有一個問題 我也想理解 其實恐龍是不是 是不是有藍性 就是洋性的恐龍 不是 紅性的恐龍 是不是有蛇的呢 應該會有的 甚至乎 它的蛇那裡會不會是 簡直會有一個 有多了一條骨出來呢 這樣也不會 那這個我又不是 我不熟悉 恐龍我就不敢亂說 但是由它那個的身體結構 我們現在是斷定了它應該是有 就是洋性 是有它的身體結構的 是應該以為是有最高的 但是你想想那些 整個幾層樓高那些 很大 是啊 就是你想想 兩隻大恐龍 你想想一個 兩個坦克車在這裡撞來撞去 甚至乎比坦克車這麼大體型的東西 在這裡撞來撞去 要求偶交配 其中就是 我們很不明白就是 你會不會受傷啊 摘傷啊 這些這樣的東西 是吧 你說鯨魚這些 它這麼體型大 但是它是在海裡浮的 在海裡浮的 是啊 就沒有什麼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說 整個恐龍體型這麼大 怎麼摘來摘去 它這樣沒有 這裡就沒有 就是 研究人員 就是提出了個問題 他們都要說 我記得看完文章好笑 說了一句廢話的就是說 恐龍大多數的 心理現象和行為 都仍然只會是為武一團 不過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恐龍肯定是會交配的 那這個不用你說的 他不交配 他不可以自己分裂 去裂多隻恐龍出來嗎 這個是不是 我覺得 有時候我看這些所謂科學生物 我覺得都是非常搞笑 就是科學家 他不會說這個妄居 但是 那提不提得出這個問題 他也都嘗試提出一些研究的路向 去總結了一些的發現 也都和他提出有什麼可以參考 那這類東西我們叫做一種review 一種叫做溫故資深的文章 去整理好一些現有的資料 然後就把問題嘗試去做收集 或者去做一些漁股 那他的學術價值是在這裏的 其實是 我還在想一個問題 暴龍 暴龍如果交配的話 就是 就是閒雷閃電 是啊 就是中間不知道踩死了多少其他東西 是啊 或者吃了多少食物 吃了多少銅牌 所以才開始交配 那這個都真是 我們不要這麼多的估計了 因為越講越出 就是這個是 不得不承認 這個是沒有和台長的 無謂的性幻想來的 這個對於孔林的性幻想 就是 這個也是由科學家提出一個很重大 但是我們懸疑未決的問題 這樣 是 他難回答這個宇宙的起源 這個是 好了 我們今天時間 有什麼話說 你先說一下 沒有 我覺得很無聊 但是 但是我們會說做學問 有時候都要無聊待有趣的了 沒辦法 我們一樣都介紹一些給大家 那當然是說多句 就是 上個星期 有呼籲過大家支持 的確 我們是有 得到大家的一些支持的 也都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都盡量加速功課 OK 是 那大家既然已經支持 就要更加用力去支持 我都不記得應該開頭講這些話 是 就是 我們實在太頭根氣太重的人 所以就 臨到尾我們才講 記住 大家或者留意到 今集 我的燈光稍為有改善 這個都是多得大家支持的結果 是 好的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是的 不記得